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已經推出了 讓TOPIC教大家如何領取補貼 以及用沒有NFC功能的電話 去查百達通交易紀錄吧 市民每月用百達通支付的交通費 一旦超過400元 其後的交通開支的25%將和政府補貼 每月最多可和300元補貼 有關補貼會自動處入百達通 在每月16日起 市民可以領取上一個月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 限期三個月 換言之 大家最快可以在2月16日領取這個月的補貼 領取補貼方法很簡單 大家可以透過百達通服務站 拍卡領取補貼 由於2月16日起才可以領取補貼 螢光幕會出現未有補貼的字眼 除此之外 大家還可以在補貼領取站 7-11 Circle Gate 和維康超級市場的所有商店 拍卡領取補貼 如果想安在家中領取補貼 只需要下載 百達通手機應用程式 登記百達通就可以了 如果想隨時知道自己的交通費 有沒有超過四百元 但電話又沒有NFC功能 只要下載 八達通手機應用程式 填上登記資料 再到八達通服務站 完成登記 就可以查閱到 過往三個月的交易紀錄 和平台 為何要在家中領取補貼